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帐篷 车辆和军队都已经后撤 之前的卫星图像似乎表明 中国士兵在有争议的加勒万河谷地带基阿姆温泉地区 两个摩擦点曾建造了临时设施 但新的图像却展示了空旷的道路 在前沿地区已没有新的设施或人的活动 根据塔斯特的报道 最近印度的安全顾问与邻国的外交部长进行了通电 双方都同意了 避免前线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升级 印度的军队已经大举撤离了 边境和自己的邻国发生了 对峙 后果就是印度局势更加的不利 印度的军事实力以及他们的经济实力 都与自己的邻国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是双方真的要开战的话 印度一定是惨败的 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 就是印度可能被西方的国家拿来当枪 这个事情可能会成为西方一些国家的牵套 根据双方的协议 双方的军队会避免接触 避免了局势进一步的升级恶化之后 再慢慢的分批次撤退 目前来看 印度军队已经将自己人员撤离了 帐篷撤走了 车辆撤离到了一两公里之远 这不就是两个军方避免接触的 开始相比之前的状态 还是好很多 这样避免了双方大规模的交战与冲突 接下来两个国家还有可能进行下一步的多次谈判 在印度稍微靠后的地方 还有大量的军队 包括坦克战机等重装备 这些装备对邻国还是有很大的威胁的 双方的信任才刚刚开始 然后双方都做出了撤回的举动 根据俄罗斯的一个专家说 这次的电话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好处 并且极为关键 近些年以来 整个地球的经济形势都不是太好 特别是今年发生了疫情 很多的国家经济都出现了低弱 西方的国家也很困难 并且希望从其他的国家 吸取一些营养来补充自己当前 西方国家都希望找到一个 适合的国家来捡羊毛 可想而知这个理想的国家就是印度 局势相当的紧张 想当然也没有少去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 印度国家与自己的邻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印度经常吹牛 但这个关键时期还是有人头脑清醒 与邻国之间的差距 战争之后的糟糕局面 这些甚至此种情况的印度人也不少 尽管军事很紧张 但是双方还是选择了 谈判来协调这次的争端与冲突 双方国家都脱离了战争的趋势 相比来说是一个好的信号 只是盼望的两个国家发生战争的一些人来说 可能就要失望了 印度和中国在加勒万河谷 经过长达八周的对峙后 撤回了各自的军队 边境局势正走向缓和 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类公敌 蓬佩奥颠倒黑白 在这两个邻国之间挑拨了一剑 搬弄是非 据印度时报报道 周三在谈到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时 蓬佩奥说 我已经和印度外交部长苏文杰谈过很多次 中国人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行动 而印度人也尽了最大努力予以回应 蓬佩奥还说 中国有调起与邻国领土争端的模式 世界不应该允许这种欺凌行为 蓬佩奥提到了中国与不丹最近的边界争端 他说从喜马拉雅山脉到越南专属海域 再到尖格列岛及其以外的地方 北京有挑起领土争端的模式 世界不应该允许这种事强凌弱 从这段话可以看得出 这个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官极端筹华 他把南海叫做越南专属海域 把中国的钓鱼岛叫做尖格列岛 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 他不但站到了印度的一边 而且站到了越南和日本的一边 蓬佩奥还强调 特朗普政府非常认真的 对待中国越来越多的修正主义努力 印度时报对此解读认为 蓬佩奥的此番表态 暗示美国在印中冲突中站在印度一边 是印度外交的胜利 无论印度媒体如何解读 美国近来的官方表态很显然偏向印度 回顾两个月的中印边境紧张即是 美国官方态度和媒体报道很多情况下 都将中国列为麻烦制造者或者入侵者 造谣是美国政客的本能 信手拈来 美国人能说美军解放奥斯维新 能把粉衣粉当作生化武器 自然也能说中国入侵印度 没毛病 蓬佩奥的话要反着听 世界撒谎大王说中国侵略了印度 正好证明是印度挑衅了中国 一看中印军队开始脱离接触 美国人着急了 中印谈判目前各退一步和解 打碎了美国希望两国打仗的幻想 他能不生气吗 美国把与中国的竞争定义为大国竞争 实际上把中国定义为敌人 美国政治流氓们最想看到什么 就是中国同周边领国打起来 烽火连天 陷入战争泥潭中打得越大越好 这样可以削弱中国的实力 不会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 而美国可以继续开洞钞 即收割全世界人民血汗钱 这就是美国蓬佩奥之流的险恶用心 没有比美国更反人类的 想靠一张嘴把中国拖入边境战争 这不仅可以消耗中国国力 美国还能贩卖军火发战争财 如果中国不适合大国 有美国撑腰 印度绝对敢赌一把 如此厚颜无耻之徒 亘古未见 央视新闻联播四月份 批驳蓬佩奥时称 在美国历史上 从未见过像蓬佩奥这样的国务卿 硬是把在中情局期间撒谎 欺骗 偷窃那一套带到美国外交场合 断崖式拉低了美国的声望 希望印度政府部 是把骗子的话当真 严格落实两国边界协议 印军如果继续在边界进行挑衅 将自取其辱 抵制热潮之后 印度人冷静下来了 民众我们再自食恶果 众所周知 自从印度在边境地区吃亏之后 就将怒火发泄到了国内 在印度当局和国内媒体的煽动下 印度民众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 并因此掀起了一场抵制活动 中方生产的多种产品 都遭到了印度的抵制 印度民众认为通过自己的抵制行为 能够让中方的经济受损 但是通过为期不过十天的抵制活动来看 中方经济并没有因此受到损失 反倒是印度国内因为抵制活动 已经完成了一锅粥 据媒体7月8日报道 许多印度民众都认为是时候终结这场抵制活动了 在印度最初的抵制名单中 中方的快小品 纺织品等日常生活 所需的产品赫然在榜 随后印度将抵制范围 扩展到了电子产品和应用程序等领域 但是这样的抵制 让印度民众的生活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首先 中方的手机因为物美价廉 一直颇受印度民众欢迎 占据了印度手机市场的65% 除此之外 由于印度突然禁止使用中方的59款APP 这导致许多靠应用程序挣钱的印度人 失去了收入来源 抵制运动除了对印度民众的生活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除此之外 印度国内的许多商家 也因此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中方的许多产品 无论在质量上 还是在价格上 都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由于禁令的颁布 商家只好下架中方制造 转而用印度产品取而代之 但是这样产品的价格 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 尤其是在消耗品这一领域 比如打火机 价格超过市场价的十倍 即使这样还是很容易坏 通过印度民众的反应可以看出 这场抵制活动的热潮 冲昏了印度人的头脑 但是冷静下来能够发现 抵制活动的最终受害者 并非中方正式发起抵制活动的印度民众 事实上 不止印度国内开始谩骂 行物 就连国外也一直对印度的行为大呼不解 甚至直言印度的抵制行为 简直愚蠢至极 很显然 印度本身并不具备抵制中方的资本 脱离中方制造 印度在多个领域 将会出现瘫痪的现象 对于印度的抵制行为 中方回应称 中印一直以来的合作关系 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中方希望印度能够重视两国之前的合作 与中方一起推进中印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 目前印度的抵制活动严重违反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原则 对此 中方保留追究印度的权利 必要时候将采取一定的措施 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欢迎订阅 观看 我们的朋友们晚上 panelists订阅 观看 Etsy